大家好 这种花非常的好养 我们只需要一片叶片 一年就能繁殖上百棵 而且比长寿花还好养 比长寿花开花还好看 因为它开出来的花 有点像公公长寿花 那么这一棵花就是落地生根 大家看 这些花非常的漂亮 而且每次开花非常多 最关键是它比较好养 我们只需要一片叶片 一年就能繁殖上百棵 大家看一下 这一片叶是前段时间 掉到这个花盆表面的 现在已经长出了很多的新芽出来 大家看到没有 这里这些都是新长出来的 所以说只要一片叶 遇到土就能活 平时养护的时候 只要我们下足底肥 基本都不用怎么施肥 像我这一棵 就是在给它上盆之前 在这个土养里面 加入30%的干养分 一起混合栽种 然后后期 几乎都没有给它施过什么肥 只是平时浇浇水 所以我们养一颗这种花 不管你会不会养花 都能把它养得非常的好 开花非常的多 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对比 虽然说底下它长得差一点 但是开花还是非常多的 我们只需要把这些片没有枯萎的时候 将它剪下来 直接把它丢到土里就可以了 它过段时间就会长一些新芽出来 就可以拿来做繁殖 好了 这就是这一棵落地生根的一点优势 大家不会养花的话 不妨试一下 好了 这一棵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